各位朋友们,我是Crystal,也不为 那这一次的这个影片要开箱的APP 就是我最近觉得很好用的修剪影片的APP 而且呢就是一部手机就可以修出大片哦 首先呢,第一个要介绍给你的叫做VidioLib 这个APP呢,我觉得蛮专业的 如果你是想要新手去学剪影片的话 这个APP对你而言有点太复杂了 因为呢,它里面的功能太多了 如果你是很善于去玩一些Green Screen的影片啊 比如说你在一个Green Screen拍了一个影片 然后你想要把后面换成天空啊、大海啊、宇宙啊 这一个VidioLib呢,它就可以很方便的操控啦 因为呢,它是比较高清版本的影片呢 在里面剪的话呢,你可以剪出那种电影的质感 不过我本人觉得呢,这个影片太过专业 因为它太多功能了 所以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去研究它 重点就是,很多功能呢,你必须要付费去买会员 你才可以使用的 OK,接下来另外一个APP呢,叫做 简映 其实这个简映呢,也是我用了很久了 因为呢,它是免费的 只不过呢,如果你是iOS的话 需要翻墙 因为呢,我个人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一个APP store呢 是找不到的 必须要翻去China Man Land的那一个APP store才可以下载到 最近呢,我更新了 OK,其实它里面多了很多很多种 滤镜啊,特效啊 然后呢,它的这一个美颜呢,也是有提升了 因为之前呢,我是觉得它的美颜是非常的假的 不过最近呢,可能因为受到美图的刺激 所以它的美颜有upgrade了 比如说你的这个眼睛啊,鼻子啊 还有你的这一个脸部呢 也是可以慢慢的去调 甚至就是呢,它有这一个人脸AI的特效 你看你可以把你的脸弄绿弄红 都是非常的简单 一键搞定 重点就是导出的时候呢 你可以选择是1080HD啦 或者是2K,4K都没问题 只要你的手机的存量是足够的话呢 就给它慢慢的look,慢慢的render出来啦 剪映呢,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学剪影片 也是非常推荐你使用这个APP的哦 接下来呢,就是叫做 Video InShot的这个APP啦 这个其实我是想要简单带过的 因为之前呢,就是有看欧阳娜娜 她有说她在用这个APP来去剪她的Vlog 然后发现呢,其实原来里面呢 有很多很可爱的贴纸之外呢 就没了 就是我觉得比较fancy的功能 比如说像刚刚说的Videolip啊 又或者是像剪映这样子可以美颜啊 搞搞很多很多 Filter的选择呢 这个InShot都没有 所以如果你纯粹冲着 我是Oyana的粉丝啊 我想要跟她用同款的软件去剪辑的话呢 这样你可以try InShot啦 几乎基本可以剪影片的这一些功能它都有 接下来呢,就是叫做Bag Shot啦 Bag Shot这个功能呢,它比较特别 就是它可以帮你做一个片头 它片头有很多选择 什么旅行啊,美食啊 你一个按下去呢,就是有那一种 哇,你要用那一种Final Cut Pro啊 去自己调那个位置啊 这个一键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重点是它很多选择 虽然它的VIP会员有一点贵 不过呢,它的免费的模板呢 也是有超级无敌多选择 而且它的特效也很不错 非常容易操作 如果你之前有用过TikTok Edit Video的话呢 它的操作都一样的 就是你选了这一个特效 然后你常按它 按看你要用多少秒的这一个特效 在影片当中 然后你就可以慢慢drag来drag去咯 当然,如果你是VIP会员的话呢 你也可以导出4K的这一根画质 不会压缩 但是呢,如果你不是买会员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 Big Shot的Water Mark 放在那个影片的下面 虽然没有很明显 不过还是看得见的哈 最后呢,我要介绍 就是我自己本身非常常用的 美图袖袖啦 我自己呢,是VIP会员 多时了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图袖袖 除了它可以让你修图之外 它的这个Edit Video的功能也是很棒棒的哦 虽然我觉得它的那些音乐啊 还有这些特效 没有像剪映这么多选择 可是呢,我一开始是冲着它的美颜效果的 因为它的美颜效果呢 确实是比剪映强 比如说它在修脸的部分 就可以让你像修图一样 用那一个手指呢,一点一点的推它 除了可以用手慢慢推之外呢 你也可以局部局部的瘦 比如说先瘦下巴 先瘦下额 先瘦额头 然后放大眼睛 眉毛可以怎么去摆那个角度啊 甚至可以化妆 你素颜拍呢都没有问题 因为呢,它可以让你慢慢的上眼影啊 上睫毛啊 上口红 而且呢,这次一按下去呢 是让你整个影片都上完妆的 不过有一个box up 如果你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 看到你的五官的话呢 可能它的妆容会跑位 不过几乎如果你拍影片 拍vlog都是对着你的正点牌的话 你的妆容都是非常牢牢的贴在你的脸上 一点都不假哦 所以我宁愿花钱去买美图秀秀的VIP 我都不要去用Videolib OK,Videolib太专业了 对我而言,我不需要 我只需要美美搭就可以了 再加上它的字幕呢 也是有很多选择啦 所以剪映跟美图秀秀呢 我个人是比较推荐的 因为for女生要拍vlog的话呢 只要人美就好了 而且呢,剪映跟这个美图呢 它们在导出那个影片的时候都一样 都可以导入2K、4K、HD 甚至美图呢有一个功能 它可以修复你的这个影片变成HD 不过呢,它的时间就是在于你的影片越长 你要修复的时间就越长啦 如果你有这个耐心等的话啦 而且你修复的期间呢 你又不能够把你的手机 Swipe去其他App去使用的哦 这样子的话很大可能会修复失败哦 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里啦 当然如果你曾经用过比我刚刚介绍的剪辑App更加棒的话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介绍哦 当然如果今天有真的是安利到干货给你的话呢 也可以share这个video给你的朋友 我在影片的最后呢有个小小的愿望 如果以后呢我们的这个video editor哦 它可以用我刚刚的美颜的App 帮我每一支影片都可以修美美就好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好那记得呢去like and share这个影片 也记得关注Goshen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Bye